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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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 谢尊主救命之恩 请尊主尽快调戏 属下愿为护持 不必了 尊主此刻内力大损 还是尽快调戏为好 本尊真气损伤 你怎么知道的 只是 属下方才悠悠醒来 觉得尊主的气息大不如从前 气息凝滞 所以才斗胆猜测 你说的没错 本尊需要几个时辰调节真气 你自闭穴道 顾与你还是自闭穴道吧 顾与你忘恩负义 请 二位爷 掌柜大 您见过这么俊美的公子吗 瞧您说的 像您二位这么俊美的公子 起码得来一对量身定做的玉佩 方能彰显贵气呀 我怎么就跟他相提并论了 还有 我为什么要跟他一对预判 您二位举止这么亲密 想必定是金兰之交 当然得赔上段了 你 是吧 我 我 掌柜大 您再想想 哪有这么美的男人 他和我七十女 原来是 是 既然是夫妻 那不更得一对了 长贵的 你在胡说什么呀 既然如此 听你的 咱不买了 那怎么行 那我不就白跟你一起 想不到吧 上官秋月 在千月洞叛乱 你们胆子也够大的 顾安 你不是说先重伤上官秋月的吗 怕什么 上官秋月再厉害 现在他的功力也只有三四成 况且我刚才的暗器可能还伤了他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敌不过他 你忘记刚刚是谁救你的性命了 这是他咎由自取 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在 想不到 这上官秋月聪明一世 居然会听你这个蠢女人的话乖乖上钩 我果然没错 就压对了宝 这个 是傅谷主的令牌 你们认识的 人死如灯灭 傅楼都死了 还管他什么狗屁令牌 你 属下来迟 请尊主恕罪 你来的时机可真准 属下昨天打伤了他 本以为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动作 没想到他居然利用这伤势 错了就是错了 别解释 小妍 你自己看 你带他忠心耿杠 他拿你当什么 你住口 休得对尊主无礼 好 你既然喜欢尊主 那我就 当上尊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上官邱月的手段 你们不知道吗 你觉得他还会放过你们吗 这 你们都别傻了 顾婉现在自顾不暇 哪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你们别被他利用了 最后连性命都不保 我告诉你们 上官邱月现在虽然是真技受损 但对付你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与此事无关的人现在立马退下 兴许他还能饶你们一命 你们全都得死 封才 你是故意装作你真气不济 好引我们出来是不是 是 不然你以为呢 难道本尊还要留着你们这些 随时会叛乱的人 上官邱月 我们传奇谷的兄弟一片美意投奔你 你却是以颜色 削了我们手中实权不说 还击押了我们这么多兄弟 你简直是欺人太甚 既然归顺了千月洞 哪还有什么传奇谷 如果不是把他们也关在地牢 今天来的就不止你们几个 我猜是顾丸允诺你们 事成之后你们管传奇谷 他来管千月洞 其实此事都是顾丸挑唆 我们 你 我还以为你们能成什么大事 不过现在向他求饶也好 顶多就是废了你的武功 剁了你的腿 谁 习武之人 废了武功跟死有什么区别 想让他放股我们 做梦吧 即使他说 会放股我们 你们还信吗 给我上 叶 谓 对吗 好 呀 想不到我小瞧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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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客莫追 你把这里打扫好 本尊要花几个时辰来调息真情 你守着 任何人不得进入 是 小真花 咱们走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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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位稍等啊 冷姑娘 这么多菜 你吃得晚吗 谁告诉你我要胡吃海塞的 时不宴京 快不宴戏 点到为止 方得真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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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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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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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根迎针是医圣的独门暗器 可以操控刚刚死而复生的尸体 小二 走 跟上 客官 有何吩咐 加一壶酒 好嘞 冷公子 咱们的账还没结呢 干嘛着急走啊 走去 秦公子妖缠万贯 怎么连一顿饭都舍不得 当然不是 钱财乃身外之物 这就对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 所以啊 我现在囊中空空 你 这可不是你的做法 我身上带的钱啊 全都用来买玉佩了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冷姑娘想下馆子 我怎么好意思推脱呀 我付 一共是三十七两六千 你得够吗 这么多 你之前点过这些菜 所有的价格 我都烂熟于心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看你今天兴致这么好 又不想给你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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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该怎么办 所以该怎么办 收招 使不得 你我都是体面之人 小二 冷姑娘 你吃过霸王餐没有 小二 哎 客官 汤里面怎么有只苍蝇 这 这不可能啊客官 这 客官 要不再给您换一份 有些人 今天真卑鄙 有些人 今天也同流合污了吧 我们还是先干正事吧 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不是说要去调戏真妾吗 嗯 上火球眼 上火球眼 你怎么了 受伤了 上火球眼 嗯 上火球眼 上火球眼 你醒醒 上火球眼 你醒醒 你醒醒 你怎么那么凉啊 比之前还要病 上火球眼 你说句话啊你都是 叫哥哥 我 我非你去床上 上官秋月 你果然受伤了 咱们这一趟也算有收获啊 冷姑娘 秦公子 嗯 咱们这一趟也算有收获啊 彩彩 你们总算回来了 还顺利吗 还好 只是没有冷姑娘的陪伴 有点不太习惯 是啊 我也后悔得要死 当初怎么就跟秦流风一块去了呢 秦兄 长生果一世 可有什么眉目 咱们进屋说吧 好 小心 快 公晚不会追过来吧 不会 从里面把门关上 外面就打不开 你还要好吗 小春花现在更容易杀我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妹妹是好人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 拿着令牌走 过晚知道你受伤了 她还在那儿呢 我怎么走啊 我会安排燕燕护送你走 过晚不会伤她 这地牢太黑了 我不敢走 小春花不但怕死 还怕黑啊 你现在还有力气来嘲笑我 你明知道顾晚是设下圈套 故意让你好费真气的 好 那你是笨啊 引他们出来很容易的 为什么要输入真气啊 因为 小春花想让我救她 你怎么这么病啊 真气烦事 真气烦事 是因为救我吗 小春花害得哥哥这么惨 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哥哥 你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才应不养 才应不养 胡扯 没骗你 小春花愿不愿意救哥哥 不行 我 还不服我去冰谷 采集天地阴寒之气 你 小春花以为是什么 这条案道只走就是了 你耍我的 哥哥不耍你 哥哥只轻薄你 小春花回来 我真的走了 我 上个秋月 上个秋月醒醒 上个秋月 我就知道 小春花不会丢下哥哥不管 你除了捉弄我 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现在生成这样 身边也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 有 我还有你 我和冷姑娘放出了口信 没想到真的掉上了一条大雨 怎么说 在酒楼 我们当众讲出了迎针之事 结果前脚刚出酒楼 后面就有人来灭口 不过幸好我们早有防备 那人并未得逞 我还将其制服 但情急之下 那人对我用了失明伞 还有这个 又是颜真 对 在他险些把我弄下之前 我从他的袖骨上拽落 后来我们打听到 在酒楼试探的人 名为李渔 是医生的弟子 现居八仙府 我去追查了一下李渔的身世 他原先是个赌徒 被追债的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 是八仙府的人救了他 长生谷之前下落不明 医生的案子又迟迟未解 如今想来 真是盘根错节 千头万许 千头万许 看来 必须要再去一趟 医生被害的现场 小春花 我们到了 小春花 小春花 把我放在这儿了 这儿怎么这么冷啊 这是冰窟 我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被关在这儿十几年 只有历代洞主 才知道这个地方 只有洞主能来 我不是浅月洞的人 你又不是第一个 还有谁啊 上完旧院 上完旧院 追险 对 先追险 上完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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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帮你实现 你不是说过 会实现我的愿望吗 啊 求求你 求求你 快让自己醒过来 你醒了 怎么样 哥哥听到了 小春花的愿望 可可决定满足你 小春花的新衣服可真好看 这都什么时候 你还在说这个 你以为我会死 你能不能别说了 小伤而已 我自己就能疗愈 你还不快运功疗伤 真急凡事 我现在不能运功 那怎么办啊 小春花别担心 过几天就好了 过几天 在这怎么待几天啊 你冷吗 我不怕冷 妹妹对我可真好 我才没有对你好 好呢 我只是怕你死在我面前 这什么都没有 你不怕被饿死啊 可这儿最安全 你要是 不想待在这儿 冰箍口有一条密道 从哪儿出去就可以了 你还没陷阻 可还没陷阱 energi 你想吃什么呀 只要是小春花弄的 都可以 这里还真是平静啊 我们贸然闯进去 不大好吧 怕什么 奉明山庄统一武林 现在来调查一胜之死 也是名正言顺 是吧 少盟主 少盟主 小白 相公 你 你能不能把刀拿开 我害怕 春花 少盟主 我记得 你第一次和春花姑娘相见 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一切就回到了一生之死的关键环节 一生 我爹 春花姑娘 都与长生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果能借此机会 如果能借此机会 把谜题解开 那你和春花姑娘的误会 应该会烟消云散的 请我去者 昨日之日 不可留 我现在更愿意去珍惜的是你们 尤其是你 天后 最查看 如果能够得到你 使命 遇见 这个 请愿意去珍惜 请愿意去珍惜 愿意去珍惜 然后 也感谢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本集新店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花稀释半可怜 伤遍了春花秋月的线年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为前 无可辨 将一半的回忆旧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某个水中望月的线年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花稀释半可怜 想变了 想变了春夏秋冬的线年 也不及见到一瞬间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故履为前 无可辨 将一半的回忆旧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时间和春夏秋冬的碎片 时间和春夏秋冬的碎片 为你便完成注定的情节 那错过的一瞬间 谈得无言 却如念 却落花开不一地的情节 爱你已留下了沉淀 年轮中的不同交接 你又怎会看不见 Zither Harp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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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